移民签证和绿卡申请近期背景调查的新问题 美国移民签证服务现在已经在广州领事馆恢复 包括亲属移民、投资移民、职业移民等等 非移民签证,尤其是F1类别,也已经在美国驻华使领馆恢复 最近的一些移民签证申请人在面谈以后遇到了行政审查 Administrative Processing,也被称为Check 并且被要求提供更多的个人信息和材料 我们看到,这种情况相当普遍 比学生类非移民签证遇到Check的几率更高 往往和申请人过去的经历相关 类似的,我们看到一些I485申请人 不管有没有完成面谈,收到被要求补充材料的通知 RFE甚至NOID问到的内容和被要求提供的信息也有相似的地方 本文总结一下这方面的新情况 关于亲属移民绿卡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我们律所在美国攻略网站的专栏文章 亲属移民绿卡的流程 注意事项与常见问题 关于在广领馆办理移民签证 请参见广州领事馆处理移民签证拿到美国绿卡的详细流程 关于I485申请 请参见I485提交后的流程 以及被RFE或被拒怎么办 党员身份这一点对于来自中国的移民签证申请人 包括亲属移民 职业移民 投资移民 都是比较常见的 中国有九千多万党员 平均每十几个人里面就有一位 在城市居民 专业人士 以及大学毕业生里面的比例 有可能更高 同样 这种情况在美国办理I485绿卡的中国申请人里面也不少 目前 在广领馆办理移民签证的申请人 如果曾经是党员 经常被要求提供补充材料和信息 解答下列问题 在美国提交I485申请的人 也可以参考 入党原因 入党的日期 目前是否还是党员 如果不再是 退出的经过和原因 在党组织内担任过的职位 参加的会议和担任的职责 有没有介绍其他人加入 所在的支部怎样招新人 时间 频率 条件 目前组织的结构 向哪一级上级汇报 在加入以后 有没有获得什么好处 这是比较微妙的问题 有些人可能会再回答这个问题时出现毛病 个人对于意识形态和组织的看法 这个问题也有一些微妙 需要注意 在中国的移民签证申请人 曾经是党员的 一般要用中英文提交一份statement 解答和说明上述情况 在美国办理I485的申请人 有这类情况的 一般来说也需要提供英文statement 解答相关问题 关于工作经历和专业领域 移民签证申请人被要求提供详细的中英文简历 包括下述内容 I485申请人也可以相应参考 曾经在敏感专业敏感项目工作过的申请人 尤其需要注意 姓名 性别 联系电话 包括工作电话和手机 过去若干年的地址 过去几年用过的电话号码 工作电话和手机 和电子邮箱 工作和私人 过去若干年的出国记录 包括目的地 年份 室友 兄弟姐妹 子女 配偶等亲属与申请人的关系 姓名 出生日期 过去用过的护照的号码 包括英工和英私 护照 过去五年使用过的面向公众的社交媒体和用户名 过去所有的工作经历 包括公司名称 其指日期 职位 职责 申请人的教育经历 包括学校名 就读时间 专业 研究 论文题目 发表的论文和著作 包括题目 日期 发表在什么地方 工作学习计划 移民美国后计划就业或学习的地点和方向 对于美国绿卡申请人 不管是在美国境内办理IS-85 还是在境外办理移民签证 都需要注意以上要求 提供充足的文件和详细说明 避免延误申请处理 要指出的是 申请人并不需要已经在美国有一份工作 只要有一项就可以 本文由新卫明律师事务所提供 供教育和交流目的 不是具体的法律建议 欢迎来电来信询问 既然是证据到